本台所举办的第四届全世界中国菜处击大赛亚太区出赛 今年共有71位好手参加 经过三天精彩的禁忌 在现场观众与厨师们的见证下 入围的名单在星期天下午1点30分接榜 共有14位的选手入围 将在9月中旬前往纽约 参加在纽约时代广场举办的总决赛 来自亚太地区的71位厨师好手 分别经历三天六场的考验 究竟谁能代表亚太区到纽约时代广场进行决赛 名单揭晓 第四届全世界中国菜处击大赛亚太区出赛 五大菜系入围名单 分别是鲁菜 猪在圣 粤菜 红芙蓉 李鸿章 罗中杰 王瑞松 淮阳蔡 简世雄 陈启辉 黄孝泉 张天才 川蔡 杨桂轩 罗奇祥 李鸿荣 东北蔡 吴世文 钟同海 今天感觉到是能够入围 这是个人过去的长辈们所领导的 所指导的出来 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参加 谢谢 谢谢 自我肯定 自我肯定 就是自我肯定 从此以后要把功底要扎得更深 就是一个出德 就是要有一个宽容的心 让我们的传统菜继续的传承下去 因为这个中华美食 中式料理 就是能够走向世界 这是主观单位 做最伟大的一件事 这就是我受感动的 参与这个参加比赛的一个原因 台湾的选手在这个做的过程中 大家都很认真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在这个 菜的这个短效的时间内 怎么能把这个菜做到塑香味型 在刀工运用火候上面 给它表现出来 我们今天入围的新手 在公共林运势们的见证下 第四届全世界中国菜 除击大赛亚太区出赛 入围的14位选手 9月23日将在纽约时代广场 在线传统除击风范 以上是新唐人亚太电视 副东李津津在台北世贸二贯报导